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了福岗机场 大家如果未来想要来九州玩的话 因为福岗机场跟台湾是有直飞的航线 所以可能也会从我身后的这个出口出来哦 那我们这一次的脚踏车之旅呢 也来到了第三天 今天的整个主题呢 延续前面的长崎左赫 来到今天呢会是福岗 如果你也想要来九州骑脚踏车的话 就一起跟着我 看下去吧 大家若是要从福岗机场回国 推荐可以多安排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到国内线航下逛逛 这一区啊是福岗机场 重新整修之后的一个区域 贩卖很多九州当地的甜点 也有不少餐厅及看飞机的展望台 我们现在在这个福岗机场的国际线航下嘛 那大家接下来呢可能要观光的话会去博多站 或者是这里有一个天神站 去法呢有很多种 第一种呢大家可以搭计程车 就从国际线这边搭计程车 听说大概一千日元左右就可以抵达博多站 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先搭乘免费的接博巴士 到国内线的第一航下之后转地下铁 就可以到博多站 然后或者是再接着搭去天神站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可以直接从国际航下 搭乘直达巴士也可以前往博多站 现在在JR博多站里面啊 然后再往竹子口的方向 有一个这样子的综合案内索 大家如果想要租脚踏车 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询问 我们现在来到了能孤岛 这里有一个案内索 它也是有在租脚踏车的 所以如果想要来这边汽车的话 可以下了船之后再借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船的水平之后 它可以上下船 不错 再近达 再向下 可以上向上 在砂水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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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有名的就是這些楓葉 可以看到這些都是楓樹喔 然後像是這個おみくじ 這個只要打開的話裡面就有千絲 還有楓葉形狀的這種繪馬 都是這邊非常有人氣的 很可愛 真的超級可愛的 然後剛剛有聽他介紹說 這裡為什麼會叫做紅葉拔反攻 就是好像說這附近原本是叫做ももじ 然後大家念到之後竟然變成もみじ 然後因為もみじ就是紅葉的意思 所以這個神社就開始想說 既然都被叫做もみじ 那我們就開始種もみじ吧 所以就變成說有很多紅葉的一個神社 所以他其實是那個來源是有點相反的 我原本以為是因為這邊種了很多紅葉 所以大家才叫他就是紅葉拔反攻 但其實並不是 是先被叫成紅葉拔反攻 然後才種了一堆的紅葉 真的是很有趣了 這裡也在我們我們一起努力 把一種藻籠的祖師 所以這裡是福岡市的文化財 所以要是有些人的祖宗 所以要是祀的祖宗 所以要是祀祀的祖宗 所以要是祀祀的祖宗 所以要是在这里 然后到这里 这是神社的故事 如何玩到的 如何玩到的神社 像是神鮑的那樣 我的狼 像是神鮑的狼 像是神鮑的那樣 像是神鮑的那樣 可以做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简单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福刚所住的饭店房间 这个是今天的房间 床的另一侧就是投影的荧幕 那它有热水、湖水、马克杯、还有这个可能是咖啡吧 这里的话就有一个投影机 以及这里面是耳机 很可爱它钉了一个皮的这个 然后这里其实是有两双拖鞋啦 一双我现在穿着 然后以及吹风机 这样 打开就会看到我的电脑包 这个其实是冰箱啦 就是一个镜面的冰箱 还有趣喔 好像在玩以前小时候那种书 可以拉出来然后会写机关 接下来这里是浴室 有一种胶囊感欸 这里呢也是有牙刷、棉花、半化妆棉 那边的猿囊感 接下来就会有凉温的 这是一个镜面的一种 这个镜面的一样 有什么镜面的一个镜面 就是一个镜面的一个镜面 然后再这个镜面 你是不是在那里 没有所谓的镜面 就是一个镜面 那么你会不会让它 这个镜面的镜面 就是一个镜面的镜面 要注意到镜面 那么你一样 可以看到这个镜面 这次的九州之旅共有四部影片 分别是长崎 左鹤 这一部福岗 及下一部的大分 要来九州旅游吗 欢迎参考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